这架直升机非常先进 先进到10年以后 那部跨时代的科研电影 星球大战都要抄袭它的概念的地步 先进到连今天大名鼎鼎的 AH-64 阿帕奇 都无法与其比肩的地步 先进到把自己的时代甩得太远 以至于时代反过来容不得它的地步 没办法 谁让这架直升机 是那个拥有臭右工厂的洛克希德制造的呢 它就是AH-56 夏安 1960年代 随着美国卷入越战 陆军对于攻击型直升机的需求 很快就被迫升级了 一开始 他们还只是在贝尔UHE上 临时挂上各种各样的自制武器系统来应付一下 但很快战场环境就开始恶化了 明显就不能再这么将就下去了 于是到了1964年 美国陆军就启动了一项 缩写为AAF-SS的计划 即先进空中火力支援系统 以便开发和采购新型的攻击直升机 多家主要的飞机制造商都参与竞票了 既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贝尔 也有发明了历史上第一架 实用直升机的希克斯基 和此前从来就没有制造过直升机的洛克希德了 也许恰恰是由于之前没有干过这件事 所以洛克希德的设计就相当大胆 所带来的直升机也让美国陆军大开了眼界 就赢下了合同 收到了支票 按照要求 首先给陆军造出10架原型机出来看看 得名AH-56A 绰号夏安 那这架直升机到底有哪些过人之处呢 我们就来看看了 首先夏安就有当时其他直升机所没有的空气动力学特征了 它不仅有旋翼 还有一对身在机身两边明显可见的固定翼 而尾巴上不仅有一个直升机常见的 用于抵消主翼旋转带来的扭矩的副翼 还有一个对着后面的 能够给直升机带来向前推力的推进式螺旋桨了 于是在4000匹马力的涡轮发动机的带动下 夏安的巡航速度可以达到360公里每小时 而冲刺的速度则可以来到将近400公里每小时的水平 它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呢 是由于在前进时那对小机翼也能够产生生力嘛 所以发动机需要分配给主旋翼的动力就少很多了 大约只有700匹左右 剩下的3300匹都会放在后面的推进螺旋桨上 有点悬一击的感觉了 同时通过推进式螺旋桨提供推力意味着 与标准直升机不同 夏安可以快速加速或者快速减速 而无需向上或向下倾斜机头 相反夏安也可以在不向前或者向后移动的情况下 在悬停的时候向上或者向下倾斜它的鼻子 灵活的不可思议 而这种灵活则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交战优势 按照美国陆军航空博物馆馆长鲍伯米切尔的话来说 这是武装直升机作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尤其是在进行俯从攻击时 能不能快速停住锁定目标 发起袭击再迅速离场 相当重要 而夏安这一过程简直如行云流水相当漂亮 这就已经很诱人了吧 但夏安的本领显然并不止于此 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被星球大战潮汐过的概念吗 什么概念 那就是炮手座椅瞄准系统和射击控制系统 是可以360度旋转的概念了 它意味着炮手机可以向着直升机的正前方射击 也可以转向后完全朝着后方开火 当我们还在讨论导弹能不能越尖射击的时候 你看人家洛克希德在上个世纪60年代交出来的直升机 就没有尾巴上被追击的顾虑了 我知道你在想的 它可跟二战轰炸机上的机尾炮塔完全就不一样 有本事机尾炮塔你也向前设计 夏安的驾驶舱是个双座串联式的设计 飞行员在后炮手在前 通过一套先进的瞄准系统来操纵 挂在机肤上的30毫米XM140机炮 当然头瞄肯定也是要安排上的 这让飞行员也能够独立瞄准直升机的机头炮塔 这个前炮塔是可以容纳一个7.62毫米的机枪 或者是一个40毫米的M129榴弹发射器的 除了炮塔外 夏安在其短翼上还有6个挂载点 它可以携带装载2.75英寸火箭 限导BGM-71 陶石反弹和导弹 或者外部油箱等等的吊舱 夏安的火控系统配备了多普勒雷达和激光测距仪 两者都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时代 当然领先的不止火控 夏安的航空电子系统里面的许多元素 也是革命性的 它配备了自动飞行控制系统和多个雷达系统 全部都连接到当时最为先进的数字 计算机中央综合体 使其能够在低空安全运行 其核心部分是落盾制造的 可以用于开启手动地形跟踪 和自动地形跟踪模式的地形跟踪雷达系统 你听听你看看 这简直就是一个黑科技的极大成者 那怎么后来就完全消失了呢 大概有这几方面的原因 技术原因 管理缺陷 不断变化的采购优先级 极高的成本 以及1969年 导致一名试飞员死亡的坠机事故了 我们来看看啊 1967年夏安进入到飞行测试 它的首次亮相就惊艳了众人 因为它会一项特殊的技能 即禁止悬停时降低机头 向着人群鞠躬 哎呀 大家就很激动了 之前哪有这样的待遇啊 这样的测试呢一直持续到1969年的3月 直到当第三架夏安原型机在飞行期间 主翼意外震动撞到了机身和机尾 施飞员当场就遇难了 于是测试马上就终止 而军方与洛克希德之间的合同呢 也在仅仅两个月后就被解除了 这翻脸比翻书还要快啊 声明里面是这么说的 承报上未能满足我们的要求 但实际上内部的原因复杂的很嘛 既有一开始陆军就觉得你洛克希德从来就没有造直升机的经验 怎么就能造得好直升机呢 这不事实证明你就是造不好的嘛 这样的声音 也有陆军越来越觉得这玩意儿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尤其考虑到它还是一个系统从模拟到数字的过渡期间的产物 到时候数字时代全面到来 你是该换还是不该换呢 很纠结嘛 既然纠结 那就一有理由就直接给否决了 于是到了1972年 AH-56正式终结 不久之后陆军启动了一个新的高级攻击直升机计划 最终就带来了阿帕奇 尽管在阿帕奇上还是能够找到一些下安的影子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了 其实当年和洛克希德竞争的对手西克斯基 在失败之后非常的不甘心 也琢磨出了一架或许还更加先进的直升机 你知道他是谁吗 不妨留言里面来猜猜看 咱们找时间再聊聊他咯 哪吒的风火轮很厉害 于是就被直升机的旋翼给盯上了 你看这个视频 这是一架生产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超轻型直升机 叫做希勒大黄蜂 在它旋翼两个对称的一间呢 分别装着一台冲牙喷气式发动机 当它们工作起来之后 就替代了中间的那根驱动轴 从两边把旋翼推着转起来了 这样的好处有什么呢 一个是大大简化了传统直升机的动力系统 其中有包含两个部分 首先是以往那个需要将发动机的动力 传输到主旋翼上的复杂传动机构 可以被扔掉了 其次是由于没有了这个主驱动系统 原本是压到机身上的反向旋转力局也消失了 连违奖都不需要了 动力系统简化到了极致 于是随着动力系统的简化 第二个好处也就浮现出来了 操纵系统自然也能够做得更简单 据说学开直升机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 因为你要同时去操纵很多的东西 像我这种运动协调能力 本身就不咋地的人 肯定是搞不定的了 但这种风火轮式的直升机 会不会就是我们的救星呢 我是百科学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种风靡 上个世纪50年代的喷气悬疑式直升机 看看它们都有哪些代表 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 以及它们就为什么没能坚持到今天呢 其实吧 代替中间的主轴 把螺元桨从边缘推着转起来 是很容易就能够想到的 早在1900年 就已经有工程师提出来过了 限制它的主要还是技术 因为那个年代的螺元桨 通常都还是木质的 你怎么可能把一个带有人烧室 和众多管线的喷气式发动机埋进去 还能够继续保持强度呢 于是大家想了很久 也等了很久 终于在二战之后 才等到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并且还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路线的 苏联的和美国的 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要不要把整个发动机都装上螺旋桨 苏联人认为 我可以啊 于是它们就把完整的 涡轮喷气发动机给装上去了 显然没有成功啊 因为薄弱的悬疑实在是撑不起发动机啊 即使在数次改进之后呢 也只能以较低的专输运行 一推油门 悬疑要么就被过载 扭成了麻花 要么就跟亚气机发生了共振 整个被甩了出去 总之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啊 哎 美国人就没有这么走了 既然苏联帮我们排出了一条死胡同 那我们就换条路走啊 它们于是就将发动机 还是留在了原来的机身上 直视将它们工作时产生的高压空气 输送到了悬疑的尖端 在这里 要么就是直接被喷出去 产生推力 成为冷尖喷射 要么就是在加个燃烧时 跟燃料混合点燃后再喷出 成为热间喷射 总之啊 都会比把发动机整个装到一间 要限时的多 也容易控制的多了 所以就真的出现了几架 正儿八经的喷气式直升机出来啊 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理由 在这儿呢 我选了两架代表 给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架是麦克唐纳XV1 它要解决的问题是 垂直起降飞机所受到的速度限制 直升机呢 是可以垂直起降 但是它的速度呢 却只能被限制在209公里 每小时之内 诶 这是由于一种叫做 后退叶片失速的现象 所造成的 当旋转起来的旋翼 往前运动时 它会从中间被分成两个部分 旋翼方向和前进方向 一致的那一半叫做前进叶片 而旋翼方向 同前进方向相反的那一半呢 叫做后退叶片 我们都知道 直升机的升力呢 来源于旋翼相对空气运动时 所产生的上下表面压力差 诶 这就跟飞机的机翼是一样的 所以当前进叶片和吹过来的气流 有着更高的相对速度后 它所产生的升力就大过了 和气流相对速度较小的 后退叶片了 于是一边抬高一边降低 直升机开始侧倾了 当直升机前进的速度 接近后退叶片 向后移动的速度时 这一部分的升力将彻底损失 导致完全的失速 通常带来的都是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是个物理规律 你只要是想用到旋翼 来既上升又前进的话 就一定是免不了的 那这样行不行 顶上的旋翼让飞机可以垂直起飞 机身两边再伸出一段机翼 来提供稳定的升力 同时用后面的螺旋桨来产生推力 不就好了吗 对的 你看XV-1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它前半部分看起来 就是个比较正常的直升机 后半部分 只像是把一家P38的尾巴 给接下来沾上去了一样 工程团队在看到这个玩意后 就陷入了沉思 我们怎么才能用一台发动机 就把这一上一后两个螺旋桨给推动呢 因为他们想要速度 所以就必须要减重 用两台发动机是万万不可的 这个时候团队中的奥地利人多布尔霍夫 就冒出来了 他是谁 他是在二战期间就已经成功的 造出了第一架一间喷气直升机的人了 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呢 他用卡车拉着样机和资料 和工作人员一起从输军正在逼近的奥地利往西撤退 最后就在德奥边境向美军投了墙 所以他和他的样机都归了美国 他自己也在战后加入麦克唐纳 成为主持设计XV-1的人了 既然是他主持的 那XV-1必然就会使用他所得意的一间喷气推动了 而实际上呢 这也是这架飞机在只使用一台发动机下的最优解了 他是这么工作的 在起飞和降落阶段 安装在XV-1上的莱特R975旋风活塞式发动机 会主要用来驱动两台空气压缩机 被压缩后的空气呢 会进入到三片降液尖端的燃烧室里面 跟燃料混合燃烧后快速喷出 推动旋翼旋转产生生力 以支持XV-1的垂直起降过程 慢慢的啊 发动机输出的比例呢 会朝推进螺旋桨倾斜了 直到最终完全就跟压缩机断台 以全部的力量来推动飞机前进 同时呢 悬翼进入了自由旋转阶段 成为此时次要的胜利来源 大约只会提供15% 剩下的大部分胜利啊 就交到机翼的肩上了 这个项目从1951年开启 到1954年首次悬停测试 再到1956年创下垂直起降飞机的速度记录 一间喷气悬翼技术在其中恐怖可没 它实际上也算是该机速的首个实际应用了 麦克唐呢 后来还想把它移植到自己的120空中起重直升机上 但由于一直推销不出去就放弃了 那么XV1后来的命运如何呢? 金方觉得 还是贝尔提出的轻转悬疑方案更有吸引力啊 他们更喜欢XV3 也就是后来慢慢发展为VR鱼音的那个原型机了 的确它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 都比使用了一台发动机 勉强拉动两个螺旋桨的XV1强多了 喷气悬翼在它面前 有种小孩过家家的感觉 但它辅助也就罢了 想要成为扛霸子还真是差一截啊 所以这就要说到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二款机型了 希科赛斯的改款S55 它上面也装着一间喷嘴 只不过呢 思路跟前面那个是完全不同的啊 并且呢也有着属于自己的霸气名字 火箭悬翼 简称ROR 它之所以敢叫这个名字 是有原因的 因为它的确就是一个完整的火箭系统 有燃料罐 它位于悬翼主轴的顶上 里面装着90%的过氧化氢 有燃料供应系统 通过离心泵的方式将燃料加压输送 有火箭发动机 它位于悬翼的尖端 在接受到输送过来的燃料后呢 它会用里面的金属催化剂 将过氧化氢快速分解为阳气和蒸气 并从喷锥里面喷出产生推力 简直跟火箭一模一样啊 并且你也看出来了 它基本上就是个外挂 是附加在直升机原本的动力系统之外的 所以可以有选择的使用 比如重载情况下的起飞 更快反应速度下的起飞 高海拔低气压下的降落等等 其他正常情况下 我不用也是可以的嘛 军方之所以想要这样改造S55呢 就是由于它在之前的战况下遇到过这些问题嘛 所以可见改造和测试都是达到了目的的 但是这样一个好用的系统却从来也没有真正普及过 为什么呢 没有相关正式的资料来介绍过 但我看了很多人的评论 大家都相信是有这么一个原因的 把一个装满了如此危险的化学品的罐子 绑在脑袋上拼命摇晃 真的好吗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